观众朋友 现在时间是12点42分 距离投票的 可以投票的时间 还有三个小时又17分钟 我们的主播宋燕明 现在仍已经到新北三重 过去被说是章鱼里的三重成功里 这个地方过去被说是指标里 因为过去两次总统大选 候选人开票结果 都跟大选的最终结果很相近 被说是超级指标里 现场现在的状况如何 我们交给燕明 主播可以看到 我们在三重成功里的投开票所 这里虽然是中午的吃饭时间 但是人潮还是蛮多 大家都来到这里来投票 而我们特别选在三重成功里 这里是还有一个指标性的意义 在过去是被封为章鱼歌里 到底有多精准 从2020年的总统大选数据来看 这个是中选会所公布的得票率 当时绿营的蔡赖配 得到的是57.13% 在三重成功里 这里的得票率 其实相差不到百分之一 而在蓝营这边 相差大概是两个百分点 而在新民党的这里 也相差不到一个百分点 我们特别要再来看到 2016年的数据 其实更加的精准了 也让人感到很惊奇 在这个绿营的部分 得票率中选会公布是百分之五十六点一 而在成功里这里同样也是百分之五十六 而在蓝营这里百分之三十一点零四 而在成功里这里其实只相差零点二四个百分点 特别是在亲民党的部分 得票率也相当的接近 大家就非常惊奇说 为什么成功里可以这么准其 跟他的选民结构有很大的关系 在过去这边都是北漂上来的人口 住不起台北 台北房价太贵 就选择住在三重 很多人就说 其实三重就像是一个小台湾的缩影 不管是在人口的比例上 特别是像是新住民 还有在原住民的部分 跟整个台湾的比例 其实是差不多的 而特别在二十年前左右 这边原本都是公寓或是平房 但是二重的重化区来改进之后 这边开始陆续建了非常多的新房子 老旧的人口移出 而外来的人口移入 也使得在这里的选民结构 就像是一个小台湾的缩影 而且也确实反映在过去五届 总统大选的得票率当中 而在三重这里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在今年其实陆续有房子在交屋 会不会再改变它的选民结构 就等今天下午的四点开票之后 先分享 把时间还给棚内主播